你们要比我就跟你们比吧 昨天一期视频一句话引起了评论区这么大的波浪 我还真的没想到 原话是华子非常有机会当选本届梦之队的得分王 这是妥妥的08加强版的韦德一样的狠角色 这就有粉丝绷不住了 我没觉得我粉丝里面韦德的粉丝有很多 这一下子冒出来了 好好我先声明啊 我没觉得我拿华子跟韦德比韦德就很丢人了 一个生涯已经结束一个刚开始 对于一个年轻人我们还是有所期待的 毕竟他现在还是很好的上升势头 你等他将来真的成为了乔丹科比一样的人物 还是只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年轻人 我们再去比较比较合适 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认为爱德华子是个技术比08年参加奥运那个韦德 更加全面的队员 如果他能够夺得本届奥运会的美国队的得分王 那么他的作用等同于那一届的韦德都是很角色 这是我全部的意思 不是求生欲啊 我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怎么还触碰到谁的痛点了 你有痴状你要去看病 你不能赖我碰到他了 那我们就说一说两届奥运会 本思的话题下面回复了 我喜欢你的语气 但另一部分人 我劝你有事说事 不要阴阳怪气的 什么你没看过08年的韦德吗 我跟你保证 你看过的球员我都看过 你没看过的我也看过 怎么我看过恩彼得 我就要夸他MVP天下无敌吗 我可以不喜欢一个球员 你也可以不喜欢我 喜欢球科视频的 手上转发给你劲儿劲儿的朋友啊 首先我非常喜欢韦德 我认为他是03A界中间最有球星橙色的球星 那个时代也是最后的很有球星特色的时代 每个人都很厉害 但厉害的招数都不一样 而且不会像现在量产的球星啊 好多技术都一样 那个时候韦德靠着第一步的突破 就能打死联盟几乎整条后卫线 特别是巅峰的08到09赛季 那个赛季韦德是30家的得分王 而且是在场军只有一个三分进账的情况下 靠着突破跟上滑球线就拿到了30分的场军 这个是很恐怖的 如果你们看了那个赛季的比赛 那正是03A一代展现自己天赋的赛季 韦德的突破 安东尼的集听中距离 詹姆斯的攻防一体 那个时候NBA真是好看 而且那几个赛季还是科比的巅峰赛季 而且韦德作为那一届球员 最早获得总冠军的球员 更是志得意满春风得意 我绝对不是韦德的黑粉 但我们得客观 韦德的那个赛季的表现 是联盟开始偏向得分手吹罚的那几年 那个时候你几乎已经不能用手 推着外线这些得分手防守他们了 其实詹姆斯07年杀进总决赛 也是吃到了这个红利 因为之前的0405活塞马刺的大战当中 其实规则对于防守都是不断限制的 到了后面那根本就不是去臂直臂了 那持球人根本就不能碰 碰的就是犯规 直到本赛季 由于缺乏对抗全明星都没人看了 美国队跟重视对抗的国际篮类也要脱轨了 才开始恢复对抗 所以08年韦德拿到那个得分王 其实有部分裁判照顾的因素的 你想一个没有三分 中距离也不稳定的得分手 要拿到场均30分 那要一场出手几次 我如果没记错 好像比队里的第二得分手 出手两倍的情况下获得的吧 但当时因为他从丧命复出的第一个赛季 就获得了得分王 所以他确实非常的牛逼 而且那个时候 球队还没有流行暴团成风 所以当一个当家球星 没有巨星队友的情况下 比较容易打出非常牛逼的数据 不光是韦德 那个时候 丹荷的外线得分手 科比 詹姆斯 安东尼 都是得分数据 断档的冠决全队 不是说韦德的得分王没有含金亮 而是球队组成 跟当时的风气 就容易造成一个巨星领衔的球队 直到凯尔特人组成了三巨头 再到勒布朗去迈阿密 组了巅峰的三巨头 再到杜兰特加盟冠军实力 只是大一世荆州的四星勇士 那联盟的风气就变了 你看现在 战绩好的球队 几乎都是有几个数据都不错的球星 但有一点没变啊 就是得分王 几乎都是队里出手权 绝对占优的球星 东七奇 恩彼得都是如此 当然 我只是看了比赛的观感 我不是数据党 华子只是个年轻人 我的意思就是 华子有可能成为韦德一样的奥运骑兵 这没毛病 因为华子有三分球 我觉得有机会比韦德做得更好 因为其实08奥运我每场都看了 韦德的作用是反击的箭头 所以替补出战的他 作为队里的最佳第六人 比科比詹姆斯和安东尼 场均得分都高 但你不能说 他就是队里的头号进攻选择 那要这么说的话 孟治队得分最高的是巴克利 难道他是队里的第一进攻选择吗 乔丹才是第一选择吧 但爱的华子很明显 有成为头号进攻选择的苗头 目前美国队詹姆斯 不可能成为得分王 库里要看手感 你说奥运七八场比赛 场均外线都让他投可能性不大 万一不准了 就得往篮下冲 唯一威胁华子得分王地位的 就是可能要回归的杜兰特 但杜兰特作为奥运美国的总得分王 不见的状态就是最好 万一也不准 那么还是要有人往篮下冲 这个人华子就是第一选择 我不认为是塔图姆 他的模板可能向着攻防一体的 三四号位摇摆更合适 他可能是大腿 但不见得会是得分王 华子还是很有机会的 那么如果美国队能夺冠 那么华子如果是得分王 那么在这支名气很响的国家队 成为门面的可能性就很大 我说了这次国家队 是老的更老 小的更小 奥运会很可能成为交接棒形式的心火相传 那么在这过去几届美国队的阵容中间 是不曾出现的 08那届肯定的整体实力比这届要强 但08那届没有库里·杜兰特 那届很厉害 但名头没有这届想 历史总得分王詹姆斯 历史三分王库里 奥运得分王杜兰特 那届科比 03一代四大球星 韦德是那届的得分王 如果华子是这届的得分王 从名号上更想 更有传承的意味 我这么解释 华子很有可能成为加强版的08韦德 是个狠人 不知道有什么毛病 所以我们只是阐述一个观点 不知道触碰了谁的逆临 我们也鼓励正向的交流 但不要显得 你自己好像看懂了 能看了几年球 别人都不行 华子机会好 老得正好都老了 现在还没成气候 终生带一片混战的乱世 然后他的打法很吸粉 所以有人说他是乔丹接班人 这是给他的赞许 也是给他的挑战 你要这么说 韦德当年那么牛逼 有人说过他是乔丹接班人吗 他跟科比还有距离吧 这里你们不要引战啊 所有涉及科比的话题 我都不讨论 我对于科比的独特感情 跟科比趣事 对我的影响 我到现在都没有出过科比的主题视频 这是我的底线 你可以喷科比 不要在我的评论区喷 我看见一个拉黑一个 看见十个拉黑五双 对于科比的不敬 我零容忍 就像杭州漫展那个损粗 拿这种事来搏流量 想起来我就火大 说白了 他就是年龄小 家里没有摊上过这种事 但凡家里走过一两个 他都能知道什么叫死者为大 没家教的玩意 提的我都恶心 但从这个观点 我觉得我说的也没什么毛病 华子只是职业生涯的开始 韦德是奠定了地位的75大巨星 但是我觉得华子拥有了 比当年韦德更好的机会 如果他努力抓住 完全有可能达到 比韦德更高的高度 这是一种可能 你就不要杜绝这种可能 但也不是定论 很有可能像莫兰特一样 狂了一下子耽误了好几年 有人说 韦德的防守比华子好 这个我不否认 韦德进联盟的时候 选进去的时候 就是个大龄新秀 他也是盖帽榜后卫的天花板 还是那句话 华子只是个开始 不能用一个球员的终身成就 去比一个年轻人的职业生涯开局 这对双方都不公平 你要是这么说 我跟你们说 罗斯当选历史最年轻的 MVP那个赛季 季后赛跟热火狭路相逢 韦德是防不住的 那个赛季 罗斯是全联盟的对位优势之王 就是对阵所有的后卫 他都是压制的 最后是詹姆斯给摁住了的 但你们又会说詹姆斯不防守 这个标准一直变 那就没法比较 最起码华子 他愿意去对队里那些超级德分手 这个态度是好的 慢慢随着成长 他会有很高的上限 可能等华子退役的时候 他的成就就是高于伟德的 谁敢保证这件事不会发生呢 人总会被自己的固定思维捆绑 你们是这样 我也是 就像有人一直觉得 科比很瘦 但你们看了这张照片 你们还这么认为吗 所以继续相信自己 也不要怀疑别人的判断 说不提科比 心里都是科比 说谁都想起科比 我还是嘴硬啊 好了 本来我今天想出一期 SGA无解后卫线进攻的 方式的一个视频 只能后面再出了 都是被你们较真给气的 你们觉得华子 最后能达到什么高度 欢迎评论区讨论 喜欢球哥视频的 收藏着吧 小欣欣 比心